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华尔街故事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媒体股受益与广告收入增长 2.消费品巨头削减成本 利润提升 3.基建法案通过 建筑材料股上扬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媒体股受益与广告收入增长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 不过在开始之前 我们得先确认一件事 广告就像是媒体世界的魔法斗 只要种下去 就有可能尝出一颗通往金币的丰收之树 想象一下 媒体公司就像是一个农夫 他们的农田是观众的注意力 这些农夫闷种植各种节目 新闻 影集和电影 希望能吸引观众的蜂拥而至 当农田里的作物 也就是内容 长得越来越茂盛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密封 这时候广告商就会来敲门了 广告商带住他们的钱袋 寻找最肥沃的农田 来播种他们的广告豆 这些豆子在媒体公司的农田里生根发芽 开始长城广告树 结出了金币果实 当广告收入增长时 这些农夫 媒体公司 就会笑得合不拥嘴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的农田价值上升了 但是 这个故事并不总是那么甜美 有时候 农田可能会遭遇干旱 观众流失 或者有害虫 竞争对手 来袭 这时候 农夫们就得更加努力地灌溉 创新内容 和施肥 投资行销 以保证他们的农田 依然吸引广告商的目光 在这个数位时代 媒体公司的农田 也变得更加多样化了 他们不再只是在电视和报纸上种植 而是扩展到了网络 社交媒体 流媒体平台等等 这意味着 广告商有更多的选择 而媒体公司 则需要更加聪明地选择他们的作物 以吸引广告商的目光 所以 当我们听到媒体股 因为广告收入增长而收益时 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媒体公司的 CEO们正站在他们的农田边 用望远近 观察住远方的广告商 同时偷偷地在心里计算住 他们的金币果实能卖多少钱 而我们 作为观众 就像是那些被作物吸引来的蜜蜂 不自觉地在这个过程中 贡献了我们的注意力 也间接地帮助了这些农田的繁荣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消费品巨头削减成本 利润提升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 不过在开始之前 我们得先确认一下 这里的消费品巨头 不是指那些 在超市里面占据最高价位的巨型洗发水平 而是指那些在全球市场上拥有庞大市场份额的公司 比如宝洁 联合利华这样的企业 首先 这些公司之所以能成为巨头 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产品质量好 更重要的是 他们在成本控制上的高超技巧 你可以想象 他们就像是一个熟练的厨师 精确地控制住 每一滴油 每一粒盐 确保菜肴既美味又经济 当这些消费品巨头开始削减成本时 他们会像是在进行一场精细的手术 小心翼翼地切除掉那些不必要的开支 同时确保产品的品质不受影响 这就像是你在家里试图减少电费开支 关掉不必要的灯 但又不至于让家里面成一个洞穴 这些公司会从哪里削减成本呢 有时候他们会减少包装的大小 这种策略在业界被称为缩水 比如你可能会发现你最爱的巧克力棒似乎变瘦了 但价格却没有变 这就是消费品巨头的瘦身术 让产品在不动声色中变得更加苗条 另外他们也会通过提高运营效率来削减成本 比如使用更先进的制造技术 或者优化物流来减少运输成本 这就像是你在超市里买东西 找到了一条最短的路径 既节省了时间又减少了走远网路的疲惫 当然削减成本的同时 这些公司还得保持顾客的忠诚度 这就需要他们在削减成本的刀法上 既要精准又要巧妙 如果削得太狠 顾客可能就会转头竞争对手的怀抱 那就得不尝试了 最终 当这些消费品巨头成功的削减了成本 他们的利润自然就会提升 这就像是你在家里找到了一种新的节能灯泡 既照亮了你的房间 又降低了电费 对于公司来说 这就是一场双赢的游戏 公司的利润增加了 而消费者仍然可以享受到他们喜爱的产品 不过 这场游戏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玩 有时候 削减成本可能会导致产品质量的下降 或者引起公众的不满 这就像是你在做饭时过分节省 结果做出来的菜肴虽然便宜 但味道却让人提不起胃口 所以 消费品巨头在削减成本的过程中 必须要像走钢丝一样小心翼翼 确保平衡的当 既要保持利润的增长 又要维护品牌的声誉 这是一场精彩的平衡术表演 而我们作为消费者 就是这场表演的观众 时刻关注住这些巨头的每一步动作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 不过在开始之前 我们得先确认一下 这里的基建法案是哪个国家的法案 不同国家的基建法案 可能会有不同的影响和故事 但为了这次的讨论 我们就假设这是在一个经济规模庞大 基建需求旺盛的国家 比如说美国 当一个重大的基建法案 在议会中通过 这通常意味著政府将会 投入大量资金于公共工程 比如修建桥梁 道路 公共交通系统等等 这对于建筑材料公司来说 无疑是一场盛大的盛宴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产品将会成为 这些工程不可或缺的部分 想象一下 这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宴会 而建筑材料公司 就是提供食材的厨师 当宴会的规模确定后 这些厨师就知道 他们需要准备多少食材 而且 他们可以期待住 即将到来的繁忙和丰厚的收入 这种预期会迅速反映在股市上 投资者们 他们就像是对美食有助敏锐 嗅觉的时刻 会开始抢购这些建筑材料公司的股票 他们希望能够在 这场盛宴开始之前 就占有一席之地 当然 这种热潮也可能带来一些 有趣的副作用 比如 有些投资者可能会过于乐观 就像是 那种在宴会上不断加菜的客人 最终可能会发现自己的眼睛比肚子大 投资了一些并不那么有前景的公司 另一方面 建筑材料公司可能会开始竞争 争夺政府合同 这就像是厨师之间的厨艺比拼 每个人都想展示自己的特色菜肴 以获得更多的订单 总之 基建法案的通过对于建筑材料股来说 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但就像任何市场的动态一样 这其中充满了机遇与风险 投资者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不要被股市的热潮冲昏头 而建筑材料公司则需要准备好自己的菜单 确保在这场盛宴中能够提供最好的佳肴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总结一下 媒体股受益于广告收入增长 消费品巨头削减成本提高利润 基建法案通过对建筑材料股有利 这些都是市场中的一些趋势和机会 但同时也伴随着风险和挑战 媒体公司需要不断创新和投资 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并吸引广告商的投入 消费品巨头需要在削减成本 和保持产品质量之间找到平衡 建筑材料公司需要准备好 参与基建项目的竞争 并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在这个动态的市场中 投资者需要保持警惕和理性 不要盲目跟风 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哦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观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订阅我们的频道